今天早上看所有甜品的地方 也沒有再繼續呈現 大概在早上10點 我們就開放雙向通車 我們他縣的這個地方 在昨天下午 內外都已經全部都甜品 那今天早上看 所有甜品的地方 也沒有再繼續呈現 所以我也跟我們童年獎 跟大陸工程也告訴他們 大概在早上10點 我們就開放雙向通車 那有關於這個路面的這個部分 我希望他們今天晚上 利用晚上大概車輛比較少的時候 重新把這個上面的AC 就是釐清的部分重新顯鋪 那明天在禮拜一的上班 大概就可以恢復正常 那原則上在 連行道跟測溝的這個部分 那大概在10天內 他們會再不影響交通的狀況 去把它做一個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10點 大概就會雙向通車 我們除了開法以外 那當然這個程商還是要依照規定 這個如果要復工 還是要提出他們復工的這個計畫 那經過我們的審查 那也許我們還會委託我們這個 專業的計事工會 幫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如果安全無疑的時候 才會讓他復工 那當然監測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從這個在施工的時候 就一直在監測 那如果有這個異狀的那種狀況 我們還是會要求他們停工 工地的這個部分 在上一次從從德街 包括到基態的那種狀況 我們原來的制度 是這個政府大概沒有去介入 油監測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也都改日 這個由政府來委託專業的工會 來做這個監測 那當然台北市就這個都根的部分 因為它會涉及到一個就是 舊的這個建物 拆除了說又要建新的這個建物 那在新舊的這個結構體上面 可能會比別的縣市 發生這樣的問題會比較多 那當然在台北市 又都根現在一直在推展 那原則上都不是一般的空地去施工 所以這個危險性 當然就會比較多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要求工會 那包括我們的施工的這個廠商 那原則上在施工的時候 一定要謹慎 就這個新舊的結構的這個部分 要做妥善的這個處理 當然我們就所有的這個工會裡面 如果有涉及到大地本身上面的 這個地質上面的狀況 我們還是會委託他們來做這個處理 我不會搞定 我們是會以往前方多了 兩次的固域 我們會否回到這份